我早已听得人家说起过 世上有一个十分严密 十分秘密的集团 那集团的核心人物只有七个 他们自称七君子 那七个人的国籍不同 但是却有一个共同之处 那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他们都曾在地下或在战场上和敌人斗争过 这七个人的机智 勇敢和他们的教养 确实都是第一流的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这个集团的行踪飘忽 不可捉摸 但是有一些大走私案 大失窃案 甚至国际上重大的情报买卖 都可以肯定是他们所做的 那是因为他们每做一件事后 都将事情的详细经过告诉世主之故 而他们的对象 大都也是些为父不仁的家伙 这七个人是公认神秘的厉害的人物 如今在我面前的那个中年人 无论是体态 言语 都曾受过高度的教育 他自然毫无疑问 是七君子党中的一员了 我想了一想 并不只穿他的身份 而我的心中 则更放心了许多 因为这七个人 早也是出名的君子 他们若要杀人 那你绝不易躲避 他们若说服杀人 那么你的安全也没有问题 如今 我的心中只有一个疑问 便是 他们将我弄到这里来 是为了什么 那中年人望着我 房间中十分近 好一会 那中年人才道 你明白了吗 我微笑着道 有些明白了 那中年人站了起来 道 你一定要问我 为什么将你请到这里来的了 我道 我没有问 是你在等待我的发问 那中年人伸出手来 道 我们之间 应该消除敌意才是 我叫梅西达 我仍然不站起来 只是坐着和他握握手 道 我知道 你是希腊抗纳粹的地下英雄 你是一个亲王 是不是 这七君子党七个人的履历 不但掌握在警方的手中 许多报纸也曾报道过 是以我一听他讲出了名字 便知道他是出名的希腊贵族 梅西达亲王了 梅西达道 想不到我还是个成名人物 他又坐了下来 道 我们受了一个人的委托 这个人是肩负着人类一项极其神圣的任务的 我们必须帮助他 以完成他的理想 我立即反问道 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梅西达道 有 因为你在不断地麻烦他 而且 做着许多对他不利的事情 我们请你放弃对他的纠缠 别再碰他 梅西达的语言 听来仍是十分有教养 十分柔和 但是他的口气 却已十分强硬